淘寶台灣法務長宋玉政大大學校長梁卓中等多家大專院校代表共同簽訂 電商人才教育培訓計畫推廣合作備忘錄 淘寶台灣從去年10月來台灣這邊正式的一個上天營運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培育在地的一個電商人才 一直都是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任務 所以今天淘寶台灣也非常高興可以跟這個玉上網上協會 然後跟22所專注於這個電商 可以綠人才的一個大根院校 我們一起推出這個新電容計畫的一個競賽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競賽的一個競賽的一個結果 可以發揮年輕人一些創意 我覺得以站在企業的立場 我覺得非常感謝各大院校 因為其實也有你們的支持以及淘寶這樣一個支持 其實讓很多的學生可以提早去體驗到實際的一個電商的運作 那包括像最近的一個新冠疫情的關係 其實更突顯了現在的一個網上電理商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我這邊其實我自己本身企業的運作自行車 其實就感受非常非常的深 梁卓中校長表示 大一大學秉持師徒傳承 產學洗手 國際接軌成就好業四大自學方向 次次打造跨境電商人才培育中心 搭配管理學院跨境電商跨領域的學程 培養新時代的電商人才 利用大學的支援 教育電商平台所需要的運作 這就是我所感受的 另外大一大學其實是身處在彰化縣 彰化縣有26個相認 其中有19個相認是需要積極地方創生的現實 所謂積極地方創生的現實就是說 這個19個相認人口外流非常厲害 他勢必要從政這個地方 那要藉著什麼 就是藉著地方創生的 期盼透過產學洗手 可以發揮一加一大約二的能量 讓大一大學成為電商人才的重要培育基地 大一人新聞的信息 採訪報導